三十五明報 中港股市反彈後市迷離牛熊二見兩極分析暢審慎密急追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2頭條中港股市昨日出現報復式反彈 連日來被打殘的港股動接上升兩至三成 增炒數更一度急升於1100點 散戶從地獄升上天堂 憧憬大反彈的氣氛與前日一度大跌於2000點的慘力 場景完全相反 不過,股市昨日充滿問號 內地去槓桿化的過程有顯著成效 有專家估計經歷時次調整後 此可望從上今年高位 然而亦有股評人認為 現時只是另一個下跌陷阱 投資者應審慎觀察,不宜急追 相關新聞刊A20 別二名報記者痴升876點上證 升於5%經歷前日災難式的大跌後 痴昨日早段再跌184點後足底反彈 午後最多升1179點 收市報24392點 升876點 成交2120.7億元 內地上證中指大升202點或5.76%至3709點 廣交所中指9年的50隻股升於6成近兩週大幅下跌的 中小型股份全面反彈 含入瘋狂撈底的狀態 全日十大升幅股份最少上升一倍 前五十大升幅股份亦最少上升64% 痴成份股普遍大升 重降股如騰訊升於8% 匯控升於3% 廣交所更終止9年跌 昨日大反彈升30元 收報233.6元 升幅14.8% 連日被洗倉的中指勸商股 普遍有一至兩成升幅 內訪股如華潤之地及中海外 亦相相升於一成 此外 資金有回流 將 港元匯價從日前最低的7.756 回升節作晚約7.752水平 滬港通南下交易成交額達91.22億元 是4月底以來最多 當中近六成為買盤 額度用量為17.45億元人民幣 結束連續7個交易日用性額度的程 G 林一鳴以紅市羅家聰 可回高位不過 有分析員認為昨日可能指示死貓蛋 股評人林一鳴指出 現時指示紅市中的反彈浪 由於2008年金融海嘯時的3月 當年3月 次從高位大跌後經歷近兩個月的反彈 其後值插至年底的11000點低位 見下圖 林一鳴認為 這次龍底是前日的盤中低位 估計痴可反彈至約25000點 但之後會從10滴勢 進入紅市另一階段 交銀香港首席經濟 及策略師羅家聰則持相反意見 認為現時將2007年的8月 次剛完成調整 未來可蓄勢再上 他估計 今年底次可回到4月份高位28000點 明年初甚至有可能升穿30,000點 投資界眾說紛紜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業上至認為 是牛市益或是紅市 往往是事後才知道 現階段投資者應該做的事管理風險 在股市仍然大上大落時不宜大量追貨 把倉位控制在五成左右 給自己留點空間 專家看法看好交銀香港首席經濟 及策略師羅家聰現時不似紅市 只是大升後的調整 今年底有可能回到4月高位28000點 看淡股評人林一鳴續日是紅市期間的反彈 或可升至25000點 淡之後會再跌穿本周三的低位